好 還要來關心看到也是選舉相關的問題 這個國民黨副總統候選趙紹康昨天喊話 要民眾黨的總統候選柯文哲表態選後 不會跟民進黨組聯合政府共推立法院長 被柯文哲炮轟 用人不分顏色根本是氣爆 搞到已經走火入魔 給我一個總統 好有意義 給我一個副總統 選前最後衝刺 撒卡都持續在各地造勢 但唯獨國民黨不見總統候選人侯友宜的身影 十一號晚上由副總統候選人趙紹康出來頂 當其母雞帶著小雞催票 不過他白天聯訪時炮火猛攻 痛聘完民進黨又劍指民眾黨 我覺得柯文哲應該明確的表態 我要求柯文哲明確表態 選舉過後民眾黨絕對不會跟民進黨組成 聯合內閣 聯合政府 而且民眾黨也絕對不會跟民進黨一起商量 共推立法院的院長副院長 柯文哲能不能鄭重的在選舉之前做公開的宣示 隔空喊話要求表態趙說康肯批 柯文哲立場不明確 藍德綠的選票都想要抓 搖頭炮轟 趙紹康用人不分顏色 趙紹康回應自己就能宣示如果侯康培 被當選就絕對不會和民進黨搞聯合政府 聯合內閣也絕對不會和民進黨 共推立法院政府院長 不管氣保還是聯合政府三黨各有盤算 台灣記者綜合報導